家宜市在18.08年成立全国收藏的家宜市局势带生涯发展中心 开架一轮船的冲心方案作为外邀老花喜欢下期 今天特别感谢成立家宜市应发人材核部估点 市长安民会劳动寿家宜就业中心主任老台湾 和都位议员贵宾共享生计也渐渐家宜市七夕十天 高临有限下期的晚景 市政府一向都相当重视壮世代的生心健康 在在民国100年就领先全台湾 成为第一个零有限下期 超前报警零有限设施 在在民国100-08年 全国收藏生涯工业期 局势带生涯发展中心 22号在都由市长民会创业务会开边 请主委工业期 应发人材核部起点核牌 未来中卫加疑似的中高临面称 又有劳动力输求的出声 提供各项就业配料每合的服务 让应发劳动力可以提到成分的发展 那当然国家现在呢 也面对了中高临还有高临的面对的就业问题 我们希望导入 所以在去年111年 整个台湾的银法就业人口 已经突破了100万 来到了103万 这可以见到我们劳动市场一直慢慢在改变 而中央也不断的都在推动 嘉义市政府同样的 从过去的健康城市 高临友善城市 到我们目前不断的一直都在推动 而且嘉义我们的所有的银法族 是永远保持的最健康 最热情 最乐观 最开朗 不断的愿意付出 愿意奉献的态度 所以让我们每个人 有更健康的一个身心灵以外 更对社会来讲又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据点 服务据点成立 也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 中高年龄的好朋友银法族 大家能够可以多来运用 我们祝福每一位 大家无论在哪个地方 大家都永远是开心 是快乐 因为我们有很高的一个生产力 我们愿意奉献愿意努力 港医市政府社会主标识 应该人材的服务企业 可以为港医治在地 中高年民众的建议再出发 提供上概符合输求的服务 也协助有尽力输求的手上 在到上概优积的进化劳动力 另外社会主也价值在 整个委员优秀这种表情认证 让政用中高年民众的优秀秀秀 可以在到困定核标识 作会共同乐主胜利的酒店围境 世新新闻 专丁宋王小生 甘義齐彩虹报道 亲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好 我是永马市长华敏惠 甘義地区水情严峻 面对缺水遗迹 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节水 我们可以从澳澡改为淋浴 用擦车来代替洗车 洗手 戳锣香皂的时候 记得要先关水龙头哦 洗米 洗菜的水 还可以拿来浇花 养成良好的节水习惯 节水省荷包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